看不到 比方说 我们只看到 论语这样讲 回也一单四 一瞟也 人也不改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这个就是问题了 乐在哪个地方 乐在哪个地方 我们常常 乐我们所乐的 我们乐哪些东西呢 股票涨了 钱赚多了 房子有了 有了好车子跑得快了 物用不缺还更多 有好名声 在外面人家都亲近你 这或许 是我们所乐的 而我们所乐的 或许正是圣人之忧 反过来说 圣人所乐的 贤人所乐的 可能正是我们的所忧啊 正好颠倒过来 严夫子 乐什么东西呢 他乐什么东西呢 刚刚我已经有点出来了 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自己自心里面 那种甜淡静谧的那种 愉快的感觉 这样子的愉快 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受空间的影响 它不会今天有了 明天就没有 它也不会说明天有了 后天就没有 不会 它时时刻刻都存在 只是看你有没有体会到而已 真的是这样子 它不是因为你有了什么东西 它才有 它不从外来 它本来就有 只要我们不要去过度地扩张我们的贪欲 只要我们能够擅守我们自己的身 让我们进入到清净 无碍的境界 简单来说就是 不要想太多 不要有太多念头 不要整天想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 走在路上 走在公园里 坐在家里 跟大自然接触 听风吹过来的声音 感受一下微风吹在我身上的那一种静谧 看着天上的云飘过月亮 看着走过我身旁的人 每一张张各种不同的脸庞 从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感受到 我小时候追着萤火虫 我小时候跟同伴玩的那种喜悦 是不是察觉到了呢 这样子的喜悦 难道说 是从物质这边得来的吗 不是 它不过是田淡寡欲而已 所以田淡寡欲的人 就像经上所说的 大学上所说的 格物 格什么物呢 格其外物 什么是外物呢 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 各种不正当的扩张行为 不正当的 过度的扩张 人都有七情六欲 但是呢 至终和天地未焉 万物于焉 让它 是情是性的发疏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跟我们自己的本性 获得适当的发疏 过度的扩张 反而受其害 所以格其外物 什么是外 过度的扩张的东西 智其良知 我们先能够这样子的 格其外物的时候 什么叫智其良知呢 感受到 我就能够感受到 我自己良知良能的所在 知道我自己 良知良能的所在的时候呢 我就能够好好的 来了解 体会 到自己本心的存在 了解到 本心的存在之后 那么一旦察觉到 有不对的行为 不对的念头 来干扰我 来刺激我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因为 已经明白了我的方向了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正守本心 好好地守住自己的本心 不让这些多余的东西 来清找 当然我们讲得更深一点 可以这么想 外面的东西 是谁去感受它 觉得伤害我呢 老实说 并不是外面的东西 做到的 而是我自己心中的贪欲 跟它产生交互作用 把它牵引了的关系 所以说来说去 外面这么多的人事物 他们有危害过我们吗 没有 今天并不是外在的事物 危害我们自己的清静 不是外面的 所谓的七情六欲 不是外面的 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花花世界 影响了我 不是 而是我自己那一颗 骚动不安的心 我自己那一颗 妄想 我的那颗 骚动不安的心 去主动 去想要接触 想要拥有 想要掌握这些东西 因此让我自己不安 焦躁不安 这就是能不能够得到清静的 最根本的一个关键处 所以说正守本心 守住自己的本心 不要让自己的妄念 随意地萌发 然后成起出意 对于自己 本来清静的本性 要真诚 真诚 才能够怎么样呢 保住我们自己的真性情 保住我们自己的 自己真实的本性 所以能够这么做的 就能够怎么样呢 舒坦 自在 圆润 清澈 能够这样子的 过完我们的人生 所以才会说 收起善生 气量 广大 既知 达 家 气 讲了那么多 好像 都是在说 修身 但是 修身是根本的 我自己的身 没有修得好 其他的人看到我 除非他也在修行 能够把我的行为 当作是磨炼 如果他本身 没这个观念的话呢 他或许就会这样想 你这个人都做得不好了 凭什么要我跟你一样呢 是不是这样子 人家如果没修行的话 他不会把我的行为当作是切磨琢磨跟磨炼 不会心平气和 他如果是一般人 那他就会跟我计较 你自己都怎么样怎么样呢 有什么资格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 不是这样子吗 很显而易见 所以齐家家齐 根本在哪边 根本在修身 根本在修身 我们身先修了 成为人家的模范 成为人家心里面有一定的分量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如果真诚地想做什么事情 我不必言说 人家看到就知道 有时候呢 我明白地讲出来 人家也愿意怎么样呢 为我们的想法来努力 共同来完成 所以我们知道了 齐家家齐 从修身开始 一人修一人齐 十人修十人齐 所以我们这样更进步来想 齐家怎么样呢 乃治国